李茂山 李茂山 他生入大学,开始去台北的一家歌厅唱歌。因为没有知名度,李茂山只能当助唱歌手,只有等主唱迟到或缺席,他才有机会登台。歌厅负责人姓陆,经常对李茂山说,你赶紧准备,张帝还没来。 于是,李茂山将头发梳了又梳,还躲在后台的角落里试唱。谁知他准备上场时,张帝又来了。 因此一个月中,李茂山也没有几次登台的机会,那种失落和纠结,难以用语言形容。 在歌厅当助唱歌手,根本养不活自己,李茂山经常向妈妈要钱,好深夜坐计程车回家。 在台北没有出头之日,1979年,李茂山远赴新加坡发展,与瑞华唱片公司签约。 1985年,李茂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你要相信我》。 该专辑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制作出版的,在两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李茂山由此在东南亚走红。 这时,台北的光美唱片公司主动与李茂山签约,这样一来,李茂山在新加坡和台湾各签一家唱片公司,哪边有演出它就往哪边跑。 因为父母和家人住在台北,没有演出的时候,李茂山就待在台北的家中。 1986年,李茂山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《无言的结局》。 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新加坡著名词作家卡斯填词,新加坡著名音乐人刘明瑞作曲。 《无言的结局》推出后立即爆红,当月磁带销售就超过20万盘。 1988年,我国内地与新加坡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,辽宁北国影像出版社将《无言的结局》引进到内地,磁带在四川生产。 当时录音机刚刚走进千家万户,很多人纷纷买录音机,就是为了听无言的结局。 该专辑在内地的肖亮达数百万章,李茂山与女生对唱者林书荣的名字在内地家喻户晓。 紧接着,李茂山又推出《迟来的爱,我的眼睛在下雨,生日快乐》等金曲。 其中,《迟来的爱》与无言的结局一样,红遍了内地的每一个角落。 李茂山由此成为名镇港台、内地和东南亚的著名歌星。 李茂山喜欢时装,成名后他打算在台北开一家时装店。 1987年3月,李茂山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家时装店转让的消息,便赶过去考察店纸。 老板阿英是一位黎毅女士,比李茂山大两岁,身边拖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 她是李茂山的歌迷,崇拜欣赏李茂山,愿意以最低价格将时装店转让。 当时李茂山还没谈过恋爱,被阿英的成熟风韵迷住了,几次接触下来,两人相爱了。 然而这场恋情却遭到李茂山家人的坚决反对,父母不接受,她找一个离过婚,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。 李茂山的恋情传开后,歌迷也不接受,排斥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 光美唱片公司为此承受巨大的压力,要求李茂山分手,否则就将她血藏。 李茂山顶着巨大的压力与阿英相爱。 阿英是一个善良的女子,不忍李茂山的事业毁于一旦,两人相爱半年后,她忍痛与李茂山分手,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台北。 重情的李茂山放不下阿英,四处寻找她的下落,然而始终没有阿英的音讯。 失恋让李茂山陷入痛苦颓废中,她经常将自己灌醉,然后站在海边流泪。 在父母和公司同事的温暖、开导下,李茂山用了一年多时间才从失恋的泥沼中跋涉出来。 1989年,李茂山准备坐飞机去新加坡演出,后击时偶遇高中同学。 她在航空公司上班,几年不见,越发出落得高调美丽,光彩照人。 因忙于事业,小秦依然未婚单身。 这次偶遇,架起了两人情义的桥梁。 在李茂山的追求下,两人相爱了。 1990年,李茂山与小秦在台北低调结婚,不久,他们的女儿降生了。 做了妈妈后,妻子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和女儿,辞去工作做家庭主妇。 李茂山感恩妻子为家庭的付出,给予她最大的爱和安全感。 她将收入全部交给妻子管理,妻子约闺蜜来家里打麻将,李茂山就给他们削水果,漆茶。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 有时李茂山在录音棚录歌,妻子在家里等她,担心她肚子饿,李茂山就买好宵夜带回家,再返回录音棚录歌。 李茂山对女儿也疼爱有加,随身带着女儿的照片。 在外地演出时,她一天要给女儿打两个电话。 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是李茂山事业的黄金时期。 然而,随着歌谈新人辈出,加上李茂山没有推出更经典的歌曲,她的人气有所下滑。 歌手最没有安全感,担心被时代淘汰。 然而事实也正是这样,进入两千年之后,李茂山的演出少了,出场费也有所降低。 为了给自己寻找安全感,李茂山决定投资餐饮业。 她说服妻子将家中积蓄全部拿出来,一口气在台北投资了四家日本料理店。 然而,餐饮业的竞争比歌谈还要惨烈,加上管理不善,李茂山名下的日本料理店从一开始就亏损。 苦苦支撑两年后,日本料理店彻底倒闭,不仅家里的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,李茂山还欠下上千万台币。 当初妻子就不同意李茂山投资餐饮业,而今她负债累累,夫妻俩开始发生矛盾,经常在家争吵。 那时,李茂山已没有多少演出,要还清这笔巨债,谈何容易? 债务的压力,夫妻的争吵,让李茂山身心俱疲,伤痕累累。 2006年,妻子向李茂山提出离婚,为不拖累她,李茂山答应了, 女儿跟随前妻生活。 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,李茂山依然不识男人本色。 她将所有的债务揽了下来,房子也给了前妻和女儿。 办完离婚手续那天,她将身上仅有的5000台币全交给前妻,两人撒泪而别。 投资失败又离婚,李茂山跌入人生低谷。 不久就有债主上门追债,内外交困下,李茂山彻底绝望了, 甚至想过放弃生命。 经家人开导李茂山才打消了这种不好的念头。 2007年,李茂山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展。 她的事业是从那边起步的,有着广泛的歌迷基础。 几年间,李茂山辛苦演出挣钱还债,生活节俭的她连一双像样的皮鞋都舍不得买。 2008年5月,四川汶川发生地震,李茂山在电视里看到消息后,当场流泪,焦虑得一夜未眠。 她不仅为灾区捐款,还创作了赈灾歌曲《一定要坚持》,将它送给灾区的同胞。 经艰难打拼,到2011年,李茂山彻底还清了债务。 吴债一身轻,李茂山又开始做音乐,她创作歌曲,还精选歌曲为自己推出专辑。 这时李茂山才50出头,有异性倾慕她,但李茂山被情感伤透了心,不想再涉足感情。 父母已经去世了,但她还有女儿,女儿是李茂山的精神寄托。 李茂山长期在马来西亚定居,女儿和前妻在台北生活,她想,女儿了就回台北看女儿。 女儿体谅父亲的不义,特别尊重李茂山。 女儿还多次对她说,爸爸,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不容易,如果遇到合适女性,再成个家吧,只要她爱你,我就能接受她。 然而中年人再婚,哪有那么容易。 李茂山顾虑重重,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。 女儿成年后,李茂山没有了经济压力,她在新加坡写歌,演出,研究老子,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写进歌里。 几年间,李茂山还撰写了多篇关于老子的研究论文。 2019年,她还在马来西亚的云顶举行个人演唱会,受到东南亚歌迷的热烈欢迎。 2020年11月25日,新加坡著名词作家卡斯因脑癌离世,年仅61岁。 卡斯原名翁顺裕,为李茂山写过《无言的结局》,两人一直保持联系。 文之噩耗,李茂山亲赴新加坡,送老朋友最后一程。 2021年11月,李茂山已经61岁了,依然单身。 这时,女儿已有了自己的生活,特别担心飘在马来西亚的爸爸,希望李茂山能够找到一个疼她爱她的伴侣。 李茂山也觉得年纪一天天增大,越来越孤独,希望能有人照顾陪伴,于是动了再婚的念头。 可到了这个年纪,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希望李茂山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,相亲相爱的伴侣,过好人生的晚年。 李茂山是红遍港台,内地和东南亚的著名歌手,演唱了《无言的结局》《我的眼睛在下一池》,来的爱最后的选择《妈妈感谢你》等金曲,被广为传唱,其中《无言的结局池》来的《爱》两首金曲,堪称经典中的经典。 李茂山18岁走上歌坛,坎坷人生堪比电视剧,她情图沧桑,有过一段失败婚姻,和两场刻骨铭心的爱。 1978年,李茂山高中毕业没有升入大学,开始去台北的一家歌厅唱歌,因为没有知名度,李茂山只能当助唱歌手,只有等主唱迟到或缺席,她才有机会登台。 歌厅负责人姓陆,经常对李茂山说,你赶紧准备,张帝还没来,于是李茂山将头发梳了又梳,还躲在后台的角落里试唱,谁知他准备上场时,张帝又来了。 因此一个月中,李茂山也没有几次登台的机会,那种失落和纠结,难以用语言形容。 在歌厅当助唱歌手根本养不活自己,李茂山经常向妈妈要钱,好深夜坐继承车回家,在台北没有出头之日。 1979年,李茂山远赴新加坡发展,与瑞华唱片公司签约。 1985年,李茂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你要相信我》,该专辑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制作出版的,在两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李茂山由此在东南亚走红。 1986年,李茂山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《无言的结局》,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新加坡著名词作家卡斯填词,新加坡著名音乐人刘明锐作曲。 《无言的结局》推出后立即爆红,当月磁带销售就超过20万盘。 1988年,大陆与新加坡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,辽宁北国影像出版社将《无言的结局》引进到大陆,磁带在四川生产。 当时录音机刚刚走进千家万户,很多人纷纷买录音机,就是为了听《无言的结局》,该专辑在大陆的销量达数百万张。 李茂山与女生对唱者林书荣的名字在大陆家喻户晓。 紧接着,李茂山又推出迟来的《爱我的眼睛》在《下雨生日快乐》等金曲,其中迟来的《爱与无言的结局》一样,红遍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 李茂山由此成为名镇港台,大陆和东南亚的著名歌星。 老板阿英是一位黎毅女士,比李茂山大两岁,身边拖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 她是李茂山的歌迷,崇拜欣赏李茂山,愿意以最低价格将时装店转让。 当时李茂山还没谈过恋爱,被阿英的成熟风韵迷住了。 几次接触下来,两人相爱了,然而这场恋情却遭到李茂山家人的坚决反对。 父母不接受她找一个离过婚,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。 李茂山的恋情传开后,歌迷也不接受,排斥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, 光美唱片公司为此承受巨大的压力,要求李茂山分手,否则就将她血藏。 李茂山顶着巨大的压力与阿英相爱,阿英是一个善良的女子,不忍李茂山的事业毁于一旦。 两人相爱半年后,她忍痛与李茂山分手,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台北。 重情的李茂山放不下阿英,四处寻找她的下落,然而始终没有阿英的音讯。 失恋让李茂山陷入痛苦颓废中,她经常将自己灌醉,然后站在海边流泪。 在父母和公司同事的温暖,开导下,李茂山用了一年多时间才从失恋的泥沼中拔射出来。 1989年,李茂山准备坐飞机去新加坡演出,后即使偶遇高中同学小秦,她在航空公司上班。 几年不见,月发出落的高条美丽,光彩照人,阴忙于事业,小秦依然未婚单身。 这次偶遇,架起了两人情义的桥梁。 在李茂山的追求下,两人相爱了。 1990年,李茂山与小秦在台北低调结婚,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了。 做了妈妈后,妻子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和女儿,辞去工作做家庭主妇。 李茂山感恩妻子为家庭的付出,给予她最大的爱和安全感。 她将收入全部交给妻子管理。 妻子约闺蜜来家里打麻将,李茂山就给她们削水果、沏茶,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 有时李茂山在录音棚录歌,妻子在家里等她,担心她肚子饿。 李茂山就买好宵夜带回家,再返回录音棚录歌。 李茂山对女儿也疼爱有加,随身带着女儿的照片,在外地演出时,她一天要给女儿打两个电话。 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是李茂山事业的黄金时期,民国79年。 李茂山夺下金钟奖最佳主持人,隔年再抱走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歌手,让她演绎成绩再度战上巅峰。 各式各样的活动邀约不断,但如此一帆风顺的星途,却反而为她接下来的人生埋下不幸的伏笔。 然而,随着歌坛新人辈出,加上李茂山没有推出更经典的歌曲,她的人气有所下滑。 歌手最没有安全感,担心被时代淘汰,然而事实也正是这样。 进入2000年之后,李茂山的演出少了,出厂费也有所降低。 为了给自己寻找安全感,李茂山决定投资餐饮业,她说服妻子将家中积蓄全部拿出来。 一口气在台北投资了四家日本料理店,然而餐饮业的竞争比歌坛还要惨烈,加上管理不善。 李茂山名下的日本料理店从一开始就亏损。 苦苦支撑两年后,日本料理店彻底倒闭,不仅家里的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,李茂山还欠下上千万台币。 当初妻子就不同意李茂山投资餐饮业,而那时候的她负债累累,夫妻俩开始发生矛盾,经常在家争吵。 那时李茂山已没有多少演出,要还清这笔巨债谈何容易。 后来的她沉迷于金钱博弈,从小钱开始慢慢输,最后累积成上千万的债务。 即使李茂山的吸金功力再强,也无法填补这个日渐扩大的洞。 除此之外,还传出李茂山投资实力,最后落得无力还债,甚至连房贷都搅不出的窘况。 据传最后她只能带着家人逃到海外,债务的压力,夫妻的争吵,让李茂山身心俱疲,伤痕累累。 2006年,妻子向李茂山提出离婚,唯不拖累她,李茂山答应了,女儿跟随前妻生活。 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,李茂山依然不失男人本色,她将所有的债务揽了下来,房子也给了前妻和女儿。 办完离婚手续那天,她将身上仅有的5000台币全交给前妻,两人撒累而别。 投资失败又离婚,李茂山跌入人生低谷,不久就有债主上门追债,内外交困下,李茂山彻底绝望了,甚至想过离开这个世界。 经家人开岛,李茂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。 2007年,李茂山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展,她的事业是从那边起步的。 有着广泛的歌迷基础,几年间,李茂山辛苦演出挣钱还债,生活节俭的她连一双像样的皮鞋都舍不得买。 2008年5月,四川汶川发生地震,李茂山在电视里看到消息后,当场流泪,焦虑得一夜未眠。 她不仅为灾区捐款,还创作了《赈灾歌曲一定要坚持》,将它送给灾区的同胞,经艰难打拼。 到2011年,李茂山彻底还清了债务,无债一身清,李茂山又开始做音乐。 她创作歌曲,还精选歌曲为自己推出专辑。 这时李茂山才50出头,有意性倾慕她,但李茂山被情感伤透了心,不想再涉足感情。 父母已经去世了,但她还有女儿,女儿是李茂山的精神寄托。 李茂山长期在马来西亚定居,女儿和前妻在台北生活,她想女儿了就回台北看女儿。 女儿体谅父亲的不义,特别尊重李茂山。 女儿还多次对她说,爸爸,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不容易,如果遇到合适女性再成个家吧,只要她爱你,我就能接受她。 然而中年人在婚哪有那么容易,李茂山顾虑重重,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。 女儿成年后,李茂山没有了经济压力,她在新加坡写歌、演出、研究老子,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写进歌里。 几年间,李茂山还撰写了多篇关于老子的研究论文。 2019年,她还在马来西亚的云顶举行个人演唱会,受到东南亚歌迷的热烈欢迎。 2020年11月25日,新加坡著名词作家卡斯因脑癌离世。 年仅61岁,卡斯原名功顺遇,为李茂山写过无言的结局,两人一直保持联系。 文之各号,李茂山亲父新加坡,送老朋友最后一程。 2021年11月,李茂山已经61岁了,依然单身。 这时女儿已有了自己的生活,特别担心飘在马来西亚的爸爸,希望李茂山能够找到一个疼他爱他的伴侣。 李茂山也觉得年纪天天增大,越来越孤独,希望能有人照顾陪伴,于是动了再婚的念头。 可到了这个年纪,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希望李茂山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,相亲相爱的伴侣,过好人生的晚年。